我是說明志 帶你快速瞭解卡達氏族精彩賽事 在氏族的首戰大家一定還記得 輸給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阿根廷隊 在今天凌晨3點是以2比0擊敗了波蘭 不過他跟波蘭兩個人是首牽手一起晉級到16強了 那阿根廷跟波蘭這場比賽上半場雙方都沒有得分 下半場一開始阿根廷就踢進了一球 隨後又展開了主宰力再進一球 是以2比0擊敗了波蘭晉級 並且阿根廷的奪冠對於球迷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 當然我們還要繼續關心不單是梅西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球星就是37歲的希羅了 葡萄牙球星希羅在卡達世界盃開始前 就跟他的英超曼聯隊分道揚鑣 可以說是最貴的無業遊民了 根據西班牙媒體報導 希羅可能轉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聯賽 簽下年薪1.7億英鎊 大約是台幣63億台幣的天價 合約可能會走兩年半 那麼這項消息是由西班牙的馬卡報報導 提出合約的是沙烏地老牌的冠軍球隊叫做艾納斯 那艾納斯近年來一直都沒辦法拿冠軍 所以他們很希望網羅西羅來 就是幫助他們再次重返冠軍殿堂 據傳雙方都已經接近到簽合約的地步了 兩年半的合約好像都已經要準備簽字下去了 但傳說美國足球大聯盟也希望跟西羅先約 所以這一切都還有變數 講完了梅西 講完了西羅 還有一位球星叫做內瑪爾來看一下他的身材非常的好 巴西對上克麥隆 居主的世界盃小組賽 表定在台灣的時間12月3號凌晨3點開打 不過我們巴西隊一他們就拉斯瑪就表示了 當家球星內瑪爾啊 他的腳踝還沒有好 我們可以看到他目前正在這個游泳池當中訓練他的腳踝的部分跟大腿的部分 所以他沒有辦法上場 根據路透社的提供影片 內瑪爾呢是在昨天的多哈進行復健訓練 而且是利用游泳池在水中進行復健比較緩和的 那訓練的隊友還有桑德羅 那巴西隊的教練也透露說他們會保留部分的球員 並不會在小組賽最後一場上陣 因為如果在小組賽以排名第一晉級的話 巴西16強的比賽時間會是兩天後12月5號 因此包括了內瑪爾 桑德羅都可能沒辦法上場 所以第三戰的比賽大家可能拭目以待了 好 我們再看到就是關於這個脫光衣服之後 我們現在穿回衣服了 球場上世界盃的球衣可是藏了很多細節喔 不要以為只是好看分出A跟B而已 好比我們看到的是墨西哥球隊的球衣 目前來看的話這一張並不是墨西哥 這個巴西的客場球隊 那我們可以看巴西客場球隊 它本身是一個美洲報的形式 這位是阿根廷的球隊 是以藍白軍的一個經典線條 穿上在墨西身上真的非常好看 所以它也被稱為藍白的這個部分 那最主要是客場球隊是以紫羅藍色 代表的是一個和平愛語象徵 大家最關心的日本隊也看到了 他們是一樣藍色為基底 並且有白色線條紋路 那基本上有人說這個白色線條 是像他們的和服的線條 也有人說是摺紙的紫荷的線條 去做一個鋪陳的 但是我們再看到的是德國隊的球衣 德國隊球衣呢 基本上它是以紳士來黑白的風格 來做一個區分 那可以看得出來不單是顏值擔當 就連球衣穿起來也相當好看 客場的球衣則是黑色跟紅色 顯得是非常有活力 但是也有人說這一次的比賽 德國隊球衣不是很好看 你怎麼覺得 我們再來看到一下 就是這個今日的賽程部分 來看一下電視牆 C組的部分呢 波蘭 沙烏地 阿拉伯呢 這場比賽都已經打完了 在凌晨3點的時候呢 但是晚上11點還有F組的 克魯埃西亞對上比利時 以及F組的加拿大對上摩諾哥 都可以拭目以待 好啦 我是錯別字 帶你快速了解卡達氏族精彩賽事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剪輯一杯 你請住 F組的尾巴 synt聖地 ? …